在我们的 Hyshop的APP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安卓系统跟苹果上的系统都可以做使用 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直接去搜寻我们的Hyshop 那我这个画面呢是直接做一个下载完成的动作 那其实在很多客户这边的需求上一定一开始的新增设备 那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功能操作 我今天会跟大家做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介绍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其实我们的APP打开 一开始的画面一定就是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其实还没有一个任何的设备 那我们这边有新增一个设备我们这边就先不看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新增设备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一个主选单 主选单这边呢有很多选项 那我们一定要先有设备才可以去设定这些选项的一些功能 那在功能这边呢我们在设备管理点进去 这边就是已经有的一个名单 我们这边就先不看 我们今天来新增一个设备好了 右上角一个加 大家可以看到 加之后呢 其实很简单 一目了然 我的设备 设备名称 使用者名称密码 依据它的需求把它输入进去 但是我的设备这边呢 它可以选择IP有分QR Code 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在这边在做扫码的时候可以做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扫QR Code的部分 可以去做一个扫描 那也可以直接手动输入在这里面 我这边先输入设备好了 不然你这边帮我输入一下 没问题 我先编输入 220 220 1.134 1.134 1.254 1.254 1.251 好 这是我们跟 我们加上客户这边 有跟他们借一个远端来做一个展示 好 那我们就先随便打一下 那帐号密码 我们当然都不能讲 我们先常预设 OK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先点进去 直接做一个预览的动作 简单的来看呢 我们这个画面 已经有了吧 对不对 那大家 这个画面基本上呢 可以直接最简单的看到 我们先从最常用到看到的好了 即使画面的一个显示 目前是9分割 那各位老板可以看到 这边中间下面有一个 4分割的一个图示 这边点下去 你可以去任选 你要的观看的方式跟模式 那这台主机是16路主机 我直接切一个16路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超过9分割会降低软体的效能 那也就是他解析度会降下来 这老板应该都知道 好 简单看到 16分割全部都画面 这也就是 我们目前能够即使监看的一个最大圈奏数 在手机APP上面 好 那可以看到 最常我们跟业主 会去做一个设定教学的时候 你觉得最常用到的是什么功能 你说APP吗 对 即使监看之后 我们收到了 这个讯息 客户需要远端监看 那你就远端方面还有什么需求 可能回放吧 如果说遇到状况 遇到状况 这是最 可能第一个基本的 对 就是要回放 可以讲话吗 可以讲话 那讲话的前提下 主机端需要安装 嗯 我们主机后面有一个声音输出 嗯 那这边一定需要安装一个喇叭 是 讲话才有办法作动嘛 不然没有声音 对 界面上各位老板可以看得到 直接最直觉的信 直觉看到 这边有一个 倒带的图示 那这个倒带图示呢 就是拿来做一个回放的动作 回放我们这边点下去 这边 我们可以去选择 哦 日期 日期选择 假设好我们今天选24号好了 24号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时间轴 嗯 对 可以看得到 从晚上的12点 隔天的12点 这边都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回放 哦 各位老板可以想说 可是 我这边我想要回放的动作 我不能只看一只 可以看到 直接刚刚讲到的分割速 直接切换 4分割 对 那这部分的话 也要依据它的频宽效能 嗯 主机圈头数来去做一个回放 对 这部分的话 是最简单一个一个回放方式 所以手机效能也要好 频宽也要够 才跑得动 不然的话其实会跑得不够力 那我切 切9分割回放看看 对 好可能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 它还在跑这个圈圈 其实就是 可能频宽不够 对 对 或者说可能手机其实真的不够力 都有可能 所以 这部分 可能要事先跟我们业主沟通一下 对 先了解一下使用的状况 怕有些 因为 一般消费者比较不会清楚说 怎么用 或者是会面临什么状况 其实在我们原厂的角色就是会把这些讯息清楚的表达出来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是 那可以看得到刚刚讲到回放这边右下角你点进来之后有一个 时钟的一个选项 那这部分可以再去做一个更细项的选择 日期 时间 几分 这个都可以再去做一个重新的选择 因为可能需要更关注的一个更细项的一个时间点去做回放 那这边也可以做一个选取的一个动作 好 那回放的部分呢 就大概是这个方式 好 我们这边返回 他就一样继续做一个及时监看的一个动作 好 那不然你刚刚有讲到的麦克风的部分 也可以很直觉性的看到 左下角就有一个麦克风 我们点下去 这边就会有一个按住讲话 也很直觉 对 就是按住讲话 这个也很直觉性的 按着讲话呢 那主机端那边的喇叭 嗯 就会有出现你美妙的声音 这部分呢 刚刚提到双向对讲 有麦克风讲话 相对的就有收音的 喇叭 麦克风都有 那这边直觉性有看到一个 这个要怎么讲 这个是喇叭 喇叭 好对于我们这边AP来讲是喇叭 对 那前提要有这个喇叭的声音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主机端也是一样要有声音输入 那在channel数的选择 像16路有8路的收音 那8路的收音部分呢 对应的1到8券 那这边一样 你要先去点选哪一券 然后再去点选他的声音开启 他才会有声音输入 嗯 ok 那在简单的一些功能 说明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麦克风喇叭分割速吊带 这边都做一个介绍完 右下角还有一个选单 刚提到的右下角最后的一个选单的一个选择 我们这边有个通知提示 那通知提示的部分呢 就是其实就是警报部分通知提示 还有任何讯息的通知提示 可以看到最常看到 其实也有看到手动警报的应用 那手动警报应用 其实简单就是主机后面的一个硬体的一个警报输出 手机的警报输出 对它是联动到DVR后端的警报输出 假设摄影机在我的门口有一只 是 那我看到不明人士来 我那边如果接一个alarm 然后看到不明人士来 警报器 警报就按一下 可能就会触发嘛 那只是一个触发动作 对那要怎么设定是另外的 所以如果触发 那我的设备上就已经有录制一些音频 说 哦 欢迎光临 对那就是你今天你家设的设备 需要去有他本身内建的音频 我说他可以 可以灌入他你其他需要的音频 对对对 那这部分在这边就可以做得到 还有一项叫收藏到我的最爱 那我的最爱其实大家应该有浏览过网页 那网页部分呢 是不是也有一个叫我的最爱 对对 那就是其实你比较常用的我 王子 哦 是 那也许你今天你的设备有非常多 嗯 那我这边可能 可是我有自己想要监看的某些固定频道 就是说 譬如说 我有好多间豪宅 哦对 台北台中高雄 对 那我好几宗透天 我的门口都有一支摄影机 我们我想要看所有的门口 门口的状况就好 不需要看内部细项 是 好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点第一圈哦 有橘框框已经覆盖的画面 嗯 我可以假设我选第三圈 嗯 这已经部分 OK了哈 那我选这是第一个设备的豪宅 嗯 好那我现在选第二圈 我选第二个设备 嗯 嗯 的展间的第九个 这部分完成之后呢 假设我依此类推 我第三第四个豪宅 我都新增好设备 这部分都新增好了 这是我四个区域豪宅的门口 哦 我这部分视窗设定好呢 我这边可以点选刚刚到这边 收藏到我的最爱 好收藏到我最爱 这边就可以变成新增到第一组 好收藏到我最爱成功了 好那这部分呢 这个固定你就固定好了 到设备管理之后 你其实 你像平常正在观看的 你可以到这边 我的最爱里面 去做一个播放 嗯 你原本的记录就在这里了 哇超棒的 你应该有玩过这个吗 有上次有 你有教我过 哦对对对对 有记起来很好 好那今天APP的基本功能介绍 大概就是这边 只是说为什么要异地备源 其实异地备源 我们常常是考量到 可能A点跟B点距离太远 又或者是说 同一个暗场上 对 在A点跟B点的状况下 他们是没有办法走线路 那但是原先的网户架构 又是有串联的方式 有通的 那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个相同的规划 但是也是要考量到 现场摄影机的支数啊 或是说现场设备的数量 对 频宽的规划 是对这些都可以 纳路进去去做一个考量 没错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之前加勒府这边 嗯 不是有状况 是哦对 那不要说这个好了 就是说如果是整个暗场烧掉了 是你如果没做异地备源 那我的资料也许在现场 是不是主机跟着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异地备源还是对重要暗场是相当重要的 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 采做异地备源 没错 某些客户某些业组有预算的考量 对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重要的方面 对我们不用去针对所有 可能说环境的监控也要去做一个异地备源 但是通常规划上我们都会建议说 全备 对 哈哈哈哈 在业务面大家说 全备 全备 那我们就是直接跳入我们现在要直接操作的部分 在功能面板里面的频道 点进去 那在新增摄影机的部分去做选取 那没问题 那在我们的设备中有三个选项 我们直接因为这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很快 就是说我们今天好 我们今天是针对内网 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内网部分 我们就直接做内网的一个设定 好 那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预计 我们内网可以少到的设备有非常多 我们预计要新增的是这一个 呃45.221的这个设备 那好 那我们就直接点选 点选之后呢 按新增 好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部分呢 我们在新增的时候 他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我今天可以看得到 我我现在新增设备 他的破位IP帐号密码 那密码我们的预设已经输入好 那通道数是24 为什么是24呢 不然你知道吗 这个是16圈主机吗 没错 好 可以看到 刚刚的画面 新增摄影机 这个是在 DVR 这个是已经在NVR的部分 在NVR端要去做一个新增 对 好 那刚刚已经做到这个动作 然后我要去做按新增 那channel数就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好 123勾选 这是我已经勾选 已经连选 对 那我确定之后呢 他就会直接跳 连选 那我们就直接到 即时预览状况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即时预览的部分呢 8支画面就原本出来 我们拉了3支 1 2 3 对 这3支 刚刚原本的是这5支有画面 好 那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假设你的IPCAN是有收音的 那我们的部分呢 我们的收音跟画面会同时一起回来 太棒 对 那这个应用上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棒 真的 那在很多暗场都很适用 对 那再来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客户 他们会常常问我一件一件事 我们现在都是透过IP的方式 是的 那我们现在有NAT QR Code方式 你觉得他可以连吗 QR Code方式 如果可以连是会也蛮方便的 但是他可能有他的限制 对不对 对目前我们的协定上还是只能针对IP 对 那IP的方式我们有内网的IP 我们外网的固定IP也可以连线 是的 对所以如果客户这边 如果真的有需要做这个功能上的应用的话 前提要清楚 都只能用IP的连线方式 就是IP的连线方式 才可以做连线 以我们专业的角度 当然是希望业主都尽量用固定IP 是 因为第一个速度会比较快 是因为如果透过QR Code 我们还要转指 对 对所以如果可以用IP的话 当然我们都是用 IP去走 对这是最稳定的方式 最稳定的方式 最稳定的方式 客户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是的 假设我的现场 他是16路的DVR 可是我NVR只有8路的 那我怎么办 那这8路是有接还没接 目前都是空的 空的 对 那就刚刚讲的 就是可能就重点拉进来 对 因为像16圈的DVR 我们现在画面有16支 可是我们NVR只有8圈 对 那通常在预算的考量下 都会建议我们这边的业主使用上 针对重要的画面去做拉取 对 就像我刚刚上面新增频道上面介绍 就是说 我只针对可以选择Channel数的部分 去做选取画面 是的 那当然如果说业主这边预算够 那也有这个需求 或是说也有观看的需求 全频道都要观看 对很简单 换16路的直接这样就好了 也可以换32路的 对 你会装监视器 基本上就是都重要 没错 对不对 都是重点区域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好在DVR是不能去做 直接做NVR连线的捞取画面的动作 但是DVR它有支援IP8券 额外再加8券的功能 假设我的DVR是独立的 直接去抓取IPCAN的IP 那是没问题的 是的 对但是如果是抓取NVR的IP 想要抓NVR的画面进来 是没办法的 没办法 就是中间有个戒指就是NVR 对 好那大概今天功能大概就是讲到这样子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让我们 呃 我们FAV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软体的一些电子地图的一些 呃 基本功能操作应用面的部分 啊我们再回来这个主页 其实还是来讲一次 好可以看到很多啦 包括电磁墙啊 啊 电子地图啊 尤其电磁墙的部分啊 这次会需要搭配我另外的设备 叫解码盒 然后做到一个上响输出 就以往 以往在CMS的部分的话都是吃电脑效能 啊如果今天我就是有看到画面的需求 要透过CMS的部分 那电脑效能就会吃的很重 啊我们现在有一种设备就是 可以做到电视墙的输出 那他是要解码盒 有两路跟四路的 OK 那刚提到这个电子地图 比较特别是我们就是以往当然 呃 资源就是自己上传档案 真的没问题 啊我们现在最新版是直接有支援到 Google map 你可以直接把Google map的 Google map的地图直接导入到 2.0里面 啊这时候可以可以做什么呢 这边又在设定你有个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监控点的插上去 像这样子那就是一个摄影机的图案 哦或者是 啊浪点可以放下去 哦 那就变成像一个啊浪点的图案 放在你的电子 最容易是还可以对应到你的地图 你的地图都可以做放大缩小 哦直接可以把Google map 直接导入了 哦 啊这个部分也是比较特别的哦 不光光是只能单纯上传你自己的平面图 可以到电子地图监控你去看了 哦 这就是我刚建立好 哦 刚好刚好现在没有看到在跳动啊 因为我这个摄影机在我现场 我有开智能下面一些技术的东西 那因为有产生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图示上就会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动态的样子 知道这边有事件产生 然后顺便再带出一个即时的预览在这边 让你知道这边有事情发生 这就可以搭配你现场的运用啦 包括一些跨界啊去入侵啊 还有甚至是最简单的位移偵测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对 然后刚刚我们还有放sensor 对sensor部分也是 如果今天sensor被触发的话 他sensor也会变成像那个 就是警报灯在亮的那样子 在里面闪的感觉 OK 那就直接清楚 这是电子地图的部分 那既然刚刚讲到一些什么警报啊 一些一些警报啊 跟摄影机发生的一些阿浪的部分 好 那所以在这个2.0的部分 在右下角这边 有一个有一个红灯的东西 所以你滑黄区 他会出现一个 为处理警报来源输入 你把它点开来 这是平常如果有产生一些警报的东西 我都会出现一个即时的状态 有点像hud的感觉 可以直接让你再看到 平常是可以藏起来 你可以拉动它 或者是你这边就放成这样子 你另外的另外的即时画面 你都可以用 因为会遮住 你就可以用多视窗的方式把它展现 像这样子 这边就是你看 比如说这边就是你看live的视窗 这边我就是拿来监测 我一些现场发生状况的视窗 这样子做一个应用 就是都可以搭配 全部的视窗都可以浮动 只要点着图示后 左肩按出来 它就会被拉出来了 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变得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是多荧幕在操作时 就可以达到一个多工的效果 那刚刚就是提到一些警报的东西吗 这是一个即时的状态 从设备那边传过来的 包括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 设备警报 移动 侦测人脸啊 智能啊 一大堆 要不要显示在这边一个即时的状态 让你 让你控制的人员 马上都知道 有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在哪个设备 在哪个时间点 甚至如果你的设备是有录影的话 即时都可以看到一个预览 那我这个是没有啦 所以看不到 ok 那这警报的部分呢 有一个相关的设定 它会全部在我2.0 里面整合起来 就是会在 在这个警报来源里面 触警中心 这边 触警中心里面呢 就可以去调整 警报来源联动 就是关系到你设备加完之后 里面这些 警报的来源 你看像我们的警报总的有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种 当然有一些是要搭配指定的硬体 然后 我们就先用基本的 比如说我先随便点个政策 好像我这个就开了政策 这个意思呢 就是要在我2.0本身的警报 是2.0本身哦 当然要跟前面设备联动 但是当2.0 侦测到这个联动的这个警报过来 是要去做什么事情 也是警报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软体要发出声音 我们这个声音也可以直接汇入 当然我有个预设的一个警报的声音 比如说要去联动快速球 去转到那边 比如说另外要产生一个位移而产生的露营 这边都可以再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最后也是一样记得一个拍层开起来 你这个设定的东西就开始动 ok 这个就是警报相关 那警报相关会关系到一些什么警报 那当然就是刚刚最前面提就很多了 比如说门禁嘛 比如说人脸 但是这个前提我要再强调一下 就是你设备要接近的 因为我们我们的智能的功能的东西都是做在设备上 比如说像要用到这人脸本心 你看像我进来会是口 我现在好像有一个是人脸 当你没有人脸摄影机的时候 他就是开不了 所以你前面的设备要先决定 不是说因为有人会误会啊 看我这软体觉得我这上面都 是不是都可以用 不是的 不是的要搭配设备 最主要还是搭配设备 因为我们家的智能的产品 全部都是做在前端 像这庭上管理也是 他是一个应用 比如说 比如说里面可以做车辆管理这些 但是首先你要侦测到车牌 所以你就需要一个车牌的设定机 那关系到软体 刚刚讲的都是跟设备之间 关系到软体本身还有一个基本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设定里面 哦这边就可以关就可以去 让你自己去选择你要储存的路径啊 哦你要备份 刚刚我们做那个备份 你背下来的那个复党名后 你这边我们都可以抉择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支援到MP4了啦 哦本来只有ABI跟DAT 哦那还有一些软体要不要自动跟着你的Windows 自动启动啊 启动时要不要自动登录啊 哦甚至一些名称的排序 哦比如说就是ABCD23还是ABCD 这样子的一个排序在这边都可以决定 另外还有支援多过语言啊 语言的部分基本上都有支援啊 英文啊什么西文普文什么都有支援 在这边都可以做一个变更 哦这边还有一个超载设定 这个意思是就是去利用你电脑和CPU 跟记忆体应用到什么程度啊 啊如果比较差的硬体建议就可以把它调高一点 哦让它去吃比较多的的CPU跟记忆体在跑 最主要我这软体会设下就是CPU记忆体跟显示卡 哦这一定要有 显示卡最少要一张入门级的基本的 跑起来才会顺畅 一些相关的基本的一些设计 包括你要维持体想要放的位置 出现你字的位置 在这边都可以做调整 我们官网有免费版的Lite让你下载 那当然Lite就不会有一些智能的功 但是基本的功能已经够你用了 基本回放啊这些一定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